34年前,40岁的柳传志既没有面对过市场,也没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但选择下海却毫不犹豫。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式生产力。 同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中心的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 1984年10月17号,柳传志和其他10名中科院计算机所的科研人员把不足20平米的传达式简单整理了一番, 召开了联想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这一天被视为联想诞生的日子,在北京中关村,这个被科学的春天最早唤醒的地方, 已经涌现了一批创业公司,像柳传志这样,一批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科技人员, 怀着科学报国的梦想,希望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然而,他们并没有多少研发能力,而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海量资金, 对于早期创业公司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包括联想在内的同时代的科技创业公司, 只能走一条当时叫做贸工技的路线, 也就是说,要先靠贸易养活自己,再研发技术制造产品。 也因为这样的路径,当时的东关村一条街上, 很多科技公司做的其实是买卖冰箱、彩电和电脑的生意。 我觉得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应该值得这个复盘, 或者说值得那什么,就应该把这些东西研究研究, 我们这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有动力往前走。 为了给联想的创新提供支持,抵御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柳传志希望通过分拆和成立联想控股, 开启他事业生涯的下半场。 联想控股朝着多元化投资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化的道路也在联想集团面前打开。 2003年底的时候,是ABM来找到我们, 当我汇报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 有坚决反对,但是没有人赞成, 在当时谁也不敢相信, 就是像联想集团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 要并购一个美国100多亿美元的一个著名的事业的大公司。 第一个就是品牌的风险。 当中国人当了ABM的股东以后, 这牌子人家还认不认。 第二个就是你买的这些东西,买回来买什么呢? 买的是这个公司并没有机器,并没有集团, 是一帮人,美国的销售人员,美国的科技人员等等, 一帮国际团队。 人家还愿不愿意为你这个中国公司干? 这是第二个答案。 第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文化磨合的问题。 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等等,印度人, 在一起最高层管理层,上层下层, 能在一块儿能好好工作吗? 能配合得好吗? 这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虽然面临风险,但此次收购, 也将为联想集团进军国际舞台, 参与全球竞争,提供大好机遇。 2004年12月8号,联想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外界宣布,成功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消息。 我们在后面听着和回想到今天, 竟然我们能够收购它。 一个说明了企业,一个说明了中国的地位, 心中自然,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是毫无意义的。 本世纪初,党的十六大把实施走出去战略, 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对外开放,从注重引进来, 发展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轮驱动。 通过并购IBM全球PC业务, 不但为联想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探索了一条道路。 我就是在这个时代正赶上一个身风骑石,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2015年,身为联想控股董事长的柳传志, 再次站在港交所敲钟, 联想控股上市。 这是柳传志即创办联想, 并购IBM全球PC业务之后, 所攀上的第三座山峰。 中国的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真的难得的一次机会。 这个时代真的是个太了不起的时代。 这个改革开放解开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索, 让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才智真正地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感谢观看